没错,SOD又推出新人了,最近几个月SOD一直在补充新人,今天介绍的新人名叫小鸟游蓝,出道做番号是STARS600。 他今年19岁,来自于东京,拥有F照碑,正在读大学。 父母对小鸟游蓝管教非常严格,从小就很在意培养他的艺术性,想要他成为教养良好的附加千金,比如学古琴和陶艺,还有逛美术馆以及鉴赏电影。 也正是因为严格的管教,他目前只和一个人好过,对更高级的世界,处于一知半解的状态。 片中小鸟游蓝打扮华丽,穿和服弹古琴,尽显雍容华贵。 对于天真的他,片商毫不客气,派出森林园人开箱,希望能帮助他快速进化。 他的身材很好,还有隐约可见的腹肌,片商说会让人有初恋的味道,给人一种温讯,不是那么主动,但配合度极高的感觉。 整体来看,他还是不错的,有喜欢的不要错过了。 大家觉得新人小鸟游蓝怎么样呢?欢迎在下面留言讨论,另外也不要忘记订阅本频道,同时开启小铃铛,及时观看最新影片。